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接联络马后 连日来司法系统纷纷表态站队 中共政法委员会书记郭升坤 也在沉默一周后发声 要求政法系统亲属害群之马 并清理到位 但是外界一个很大的疑问是 中共核心机构政法系统高官 接二连三倒台意味着什么 中共二十大将临 高层权盾会不会进一步加剧 会不会有大老级的官员涉及其中 许多观察人士的一个共识是 孙力军 傅政华落马 并不意味着政治整肃的尾声或结束 各方专家分析 二十大前很可能是新一轮 对高级官员大规模倾斜的开始 中共内部的大清洗甚至会加剧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 分析指出 孙力军2020年4月被查以来 已经不下市民副部级高官 或是已经退休的高官被查 应该都和孙力军有关 这是已经在进行的部分 但是现在又狠狠敲打孙力军团团伙伙问题 重点很可能不再往下 而是往上挖 法国世界报以习近平主席继续大清洗为题 报导孙力军 傅政华落马事件时指出 事实上 大清洗这是外界的普遍看法 为什么要清洗孙力军和傅政华呢 从中纪委通报看 孙的主要问题似乎仍然是忠诚度不够 搞团伙 其中一个怪异的罪行是隐藏疫情机密 而对傅政华北京才刚刚下令对其严重违纪进行调查 也没有任何具体事实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陶一芬提出 在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前后 每次中共要开党代表大会时 都会发生高层精英权力斗争整肃的状况 十八大之前的薄熙兰案 以及之后的周永康案 虽是以贪腐为名 其实就是政治斗争 十九大前 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被拉下来时 则是首次强调不单只是贪腐 还有政治问题 现在北京对外公开承认 有这样的政治问题值得晚位 陶一芬说 不管是孙力军 傅政华 早一点的孟宏伟 他们都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习近平集权这么严重 公安部副部长一再出问题 这是否说明在治理上出现了问题 主观上 他应该不希望用政治问题来双开这些人 为何还是选择政治问题 就是习近平要对整个官僚体系送出讯号 他会更强调政治忠诚 外围评论人秦川指出 傅政华属于中共内部业务金属 办事得利的政法狠角色 最后出事 可能还是出在了对习总忠诚不绝对上 几年以来 傅政华公认是习近平的刀靶子 他本来是前政法沙皇 周永康手下成长起来的干将 但在关键时刻却投靠了习近平 有消息指是因为令鼓车祸 傅政华没有按照周永康的要求 将此事押注不报 而是直接报告了中南海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此后未办理周永康案 习近平设置特别小组 傅政华担任组长 绕过中纪委 直接向习近平汇报 可见傅政华一度曾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同时兼任北京市委常委 北京市公安局一把手以及公安部副部长的第一人 傅政华帮助掌权出息的习近平巩固政权 立下汗马功劳 复为习式政权竭尽全马之力 对维权 民运及反习人士屡屡下狠手 因而有头号枯力之称 但如果认为习近平清除傅政华是为了满足民间呼声 恐怕是大错特错 法国世界报援引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的分析指出 孙立军与傅政华似乎都是江泽民一派人马 而习近平只信任长期为其服务的官员 即在他进中南海之前工作过的福建和浙江 以及自己故乡插队的陕西一道工作过的官员 而傅政华却一时维持着与江市人马 以及周远康团伙的关系 但也有另外渠道的消息称 习近平在福建的亲信王小红被调入北京掌管公安系统后 赴王征权 赴在连阳案仪式上暗中逆挺涉案警察 这让王小红很被动 如同文强给刚到重庆的王立军使办 连阳案当时民愤极大 北京市公安局4000多名干警却联名写信 声称如果要处理涉案警察 他们就辞职 傅政华也可能由此引起了习对他的警惕 作家苏小康认为 库立是党的好干部 但是越能干越威胁皇帝 到时候就得宰杀 像猪养肥了 因此会混的才活下来 不过 现在不少观察人士注意到 混得再好的库立也有一天难免会输问题 政法高官倒掉一个接一个 习近平为什么特别要拿他们开刀 有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是这样分析的 独立学者邓玉文认为 政法系统是刀靶子 因为刀靶子不光是保卫政权安全 也是保卫各级领导人安全 他们出问题的话 不光对政权安全 也对领导人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二十大 习近平要保证绝对的安全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的分析是 习近平坐在中南海 要掌握地方换界 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政法系统来进行 政法系统清洗和权力斗争有很大关系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通过反弹 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已经清理了一大批高官 为什么还不放手 吴国光认为 主要是习近平的施政 在中共党国精英内部 引起很大的紧张和新的矛盾 另一个问题是 习近平修改宪法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在精英内部引发激烈矛盾 这次最激烈的矛盾是在二十大 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还要七上八下 习近平明年69岁绝对不下 其他人68岁要下 这里面矛盾就非常激烈 邓玉文在《德国之声》撰文指出 对习近平而言 二十大比之前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更重要 因为二十大是习破坏政治惯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 他可能不会遇到像样的反对力量 但谁也不能断定会不会有一些杂音和变数 习希望二十大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如果出现异议 他会认为这是他的失败 吴国光则认为 二十大前政治斗争形势更严峻 他指出 习近平这么愿意查政法系统 不仅是要把政法系统本身控制住 还要拿它做一个刀 也许查下去不是现行发展 而是可能忽然从彭之挖到另一个政治局委员 乃至前任政治局常委那里去 吴国光分析 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就不断对政法系统清晰 整个反腐运动就是从针对周永康开始 2018年春天 在政府换届改组时 公安部改组领导层 4月孟宏伟被查 同时习近平亲信陈一新调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当时好像告一段落 直到2020年4月 孙力军被查的同时 习近平另一个亲信唐一军调任司法部长取代傅政华 吴国光解读 一开始孙力军案件和傅政华的职务调动被边缘化 就是联系在一起 就是新一波对政法系统的清晰 吴国光说 到2020年4月 新一波清晰开始时 应该是针对二十大有所布局 因为二十大中共换届 中共全国二十大只是最高峰 在这之前 今年11月起 全国各省非常大规模的换届 对中共党国政权精英政治的非常时期 因为人人都想着拿一个什么位子 错过这班车 没有特殊机遇就要等五年 吴国光说 习近平坐在中南海 要掌握地方换届 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政法系统来进行 政法系统清洗和权力斗争有很大关系 吴国光表示 在明年二十大前 很可能是夏天以前 如果有中共政治局委员 或是前任政治局常委被查 都不会令人惊讶 他认为 指控孙力军案的要害 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 形成利益集团 吴国光大胆指出 这些是不是通向他以前的老板孟建柱 是不是通向孟建柱的老板曾庆红 是不是在通向曾庆红的老板江泽民 无法得知 不过 万维评论人巴山子认为 二十大前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博弈 恐怕也是另一个看点 从最近 王岐山在新闻舆论界的 代理人胡舒立 发出头贴就可以看出 王岐山与习近平的矛盾 也在激化 此前 习近平不仅中判了 王岐山的铁哥们 红二代中的清流人物 林志强 而且抓了 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大秘 董红 逼得王岐山今年四月 在海南博鳌论坛上 自贬为习近平的榜木员 以委屈求全 但今年以来 习近平不断警告 要警惕党内的王明 王明当年就属于 所谓的国际派 被靠苏联 与老毛分庭抗力 最后还是被老毛战胜了 老死苏联 现在党内被靠国际 而且在金融 纪检 太子党系统 具有巨大影响 同时和政法系统 也有不少渊源的王岐山 可能就是习近平 二十大上延任的 一个巨大障碍 前几天 胡舒立站出来 这么明目张胆地 发出头贴 分明就是习王 已经到了丝破脸的时候了 因此 王岐山在二十大前 会不会遇到大的麻烦 也很难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